今天和大家分享多一味多出色香味 这样子的令冬瓜我们放了什么样的神秘食材 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好好地分享 这样子的冬瓜在夏季是个盛产季节 是一个非常适合生鲜食 它不仅是个食材更是个药材 我们会好好跟大家分享这秘密是什么 如何挑选一颗好的冬瓜来制作 让它成为甘美的韵味 这样子靠着自然的阳光盐豆渠 就能延长它的赏味息跟增添料理的兴奋 这个夏季生长的这个蔬果 它每年大概国历的这个三到十月 就是这个冬瓜的残季 也就是大概春末一直到秋天 都是这个冬瓜的残季 冬瓜就是因为耐久放可以放到冬天 然后它有果粉就像冬天的这个冰霜一样 你选冬瓜呢就是要表皮有细刺 但是你要小心扎手 那个表皮的果粉它的甜度相对就很高 那这个冬瓜呢是我买了放了大概两个礼拜 然后把这个皮呢洗干净 把那个还有一点点的细剂的毛 还上面的这些沙土呢完全的洗干净擦干 我们就把头尾稍微的去掉哦 我把它切成四小块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皮去掉了哦 其实包括这个冬瓜的皮呢都可以去熬水吃哦都很棒 所以呢包括这个它的囊啊它的籽啊 其实在中药里头都有它的功能 像这样子的冬瓜皮啊煮水啊就可以利尿哦 这就是一个在中医药里头其实 这个包括这很多的这个食材 其实都有它的功能哦 然后这个雪白的这个瓜囊啊 听说还可以入药可以清肺化痰呢 所以是不是都是很棒 一生都是宝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切成 像我大概可以切成这个四五公分这样块状 让它稍微干干燥 为什么要日晒呢 稍微的让它脱水一下 脱水了以后它就它就有空间来吸收这些酱汁 然后我们把它转换成这个 这个有镂空的这个不锈钢盘里头来晒 应该会比较受热比较均匀一点 而且有一点比较有一点空间 今天有风又有太阳 紫外线有一点超标 但是呢我这个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我来把它翻个面哦 让它再多晒一下 大概两个多小时而已 所以我们必须再晒一下哦 你看这个只是表面是干的而已 所以其他的还不OK 所以要继续努力哦 再来晒吧 这个日晒了四五个小时 从两大盘变成一大盘 整个表面的这个这个湿气都干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酝酿美味哦 做硬冬瓜 前置作业必须先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瓶子呢 都洗干净 然后日晒晒晒晒干了以后 我们今天还会再用这个酒精 经过这个酒精呢 先稍微的消毒一下 手当然是最主要最先就是把你的手用酒精先消毒 然后瓶瓶子的内侧全部消毒瓶口也是哦 然后包括这个瓶盖 然后我们就先给它放置一旁 我们要准备做硬冬瓜 然后这个是豆瓣 豆瓣跟这个干草 我必须用这个米酒稍微的蒜洗一下 因为怕会有脏啊灰尘啊 大概蒜一下 然后就可以把它稍微蒜一下 就可以把它倒掉就好了 然后这个也 干草片是大概 我准备做应该可以做这个 一大一小两罐 因为我有两斤 然后用了豆瓣大概150左右 然后干草大概10来片哦 然后我们会等一下弄好的时候再加盐巴哦 150的5%的话大概75我大概会用80克左右的盐巴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豆瓣的功能哦 它就是因为有蛋白的分解酵素可以把黄豆中的这个蛋白质进行分解成氨基酸 所以呢果肉就会变得干甜 然后盐巴的渗透让这个可以储存很久 我们把底下放一些豆瓣还有这个干草 然后把这个冬瓜排进来了 哦忘记加盐了 好我们大概放这样八九分满就可以了哦 然后再塞上一点盐巴 我要分成两罐哦 所以这罐稍微大一点哦 然后我们大概这个给它塞到旁边忘记 才不会浮起来 好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酒倒进去 哎呦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忘记了 这是一个客家婆教我的放一点点的这个红麴 然后它的颜色漂亮 然后它也有助发酵的功能 好我们放一点点红麴 最后呢倒上我们的米酒 这样子等待时间慢慢酝酿就完成了 OK这个米酒都都已经浸泡到了 就OK了 还有留一点点缝隙 让它可以有一点点的发酵的气 好啦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这个浸泡啦 最后呢我们必须把它放在阴凉处哦 放越沉越久越香浓 越好吃越美味 这是静置两天的印冬瓜 已经把红麴的色香味衬托出来了 去年的7月份 哇 你看看你给我看 哈哈超级香的嘞 先拿一点印冬瓜要来蒸肉 我们今天要来蒸绞肉 这样的美味你是不是心动了呢 如果你喜欢请分享订阅并按赞